Hello It's We 昨午日焦凡凡透过IG分享于栏栏 吴以轩、徐凯西 在后台大主持大哥徐乃琳以及曾国成的屁股片段 只见乃哥在沙发上被焦凡凡猛力打屁股 成哥则是在地上被徐凯西猛拍屁股 最后大家又坐沙发上大颗零食 影片曝光后不到一小时 就吸引26万人观看 焦凡凡在贴文中表示放完年甲先锋了 不可能打乃哥成哥屁股诶 让许多网友看完后纷纷表示这影片等级太高 确定是可以这样玩老人家的吗 这什么胸脏破坏位置 不是不是不是我这样知道怎么样唱歌 告诉我一下 近来演唱会无意间流行起一种风气 女粉丝会朝舞台上丢内衣以表自己对偶像的热情与喜爱 拥有高人气的饶舌歌手楼俊硕 四日在IGPO出自己在演唱会上 遭到台下女粉丝内衣伺候的画面 自影片中可见楼俊硕手上拿着不计其数的内衣 甚至多到拿不住而掉到地上 不过粉丝完全没在管他 人自顾自的继续朝他丢内衣 等到唱到一个段落 楼俊硕也忍不住 就没喊着什么凶兆特卖会是不是 我这样是要怎么唱歌告诉我一下 让台下粉丝全笑翻 其他时间前在台上 我现在还在车里 剩三分钟 完了 59分59分 下车 1 2 3 1 快点快点快点 10 4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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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6 6 6 7 8 8 7 6 5 4 3 2 1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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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舌歌手楼俊硕拥有超高人气 31日晚他一连登上新竹 台南新营以及台南市府三场跨年晚会 堪称是赶场王 不过从北部跑到南部的他也吃尽苦头 最终站要前往台南市政府合体五间情团员担任压轴嘉宾的他 最后一连登上大赛车 台南市人讲话 其他时间前已经在台上 我现在还在车里 剩三分钟 完了 我们现在在那个前面这个很塞的红绿灯 11点58分 快走 59分59分 快点 下车 最终车辆顺利抵达 不过他冲进会场时 全场已经喊到倒数15秒 只见他一面拿着摄影机记录 一面狂奔上台 过程中还不忘调整镜头 索性他在最后3秒成功站上台就定位 还原陈灵九、邱风泽、黄伟静和小赖看到他即时赶上都相当惊喜 而影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太紧张了吧 最极限那种咧